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进度 没有了那些资本 这个项目也很难地进行下去了 如果大老板还有兴趣的话 我愿意无偿将这些资料都给公司 这个企划案很好 其实可以卖很多钱 如我们聊聊 那就把剩下的那三百五十万 当作我卖企划案的钱 做我的创业基金吧 陈娇 不过作为债主 我想知道你做什么生意 珠宝 珠宝 我大学室友的父亲 在云南经营一所育矿 虽然我一直没有钱 但是这四年里面 我聊着也就聊出兴趣来了 我还有一位学长 在日本的珍珠企业工作 说老实话 我对保时业的了解 是要多于科技业的 刘刘 我过去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存钱 本来是计划 从一个小小的银制工艺工作室 开始做的 但是现在 既然有这么大笔负债 我就得改变计划 不能再那样干了 现在 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 时尚珠宝品牌 刘刘一向很有生意头脑的 我知道有一天 她的能力终究会发光发亮 却没想过 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的条件 是在你们没有还文钱之前 这个公司要隶属于风腾旗下 为了方便掌管你们的账务 用风腾集团做背景 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 应该是加倍的吧 无论是银行的借贷 还是保时商的往来 都会信任许多 大老板 真是想帮我吧 我是个生意 只有你们顺利了 我才可以顺利拿回钱 珊珊 你还是决定 帮刘刘 这不是帮 是薛家的大事 我不能缺席 必须要参与 但是你要知道 出了这扇门 你们就要靠自己 珊珊 你早晚趁过年的时候 宋家提亲了吧 你们就结婚啦 珊珊 看在我们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份上 以后喝喜酒的时候 我们要做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恭喜你了 以后得改口叫你丰富人了 我走了以后 你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 照顾好自己 不要太想我了 客厅 你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我也要谢谢你这段时间尽心尽力 虽然我觉得你这样离职 觉得很可惜 但是再想想呢 也就是换位子 继续协助大老板 珊珊 嗯 珊珊 珊珊 恭喜你 谢谢科长 如果心理员工来的话 我每天都会不出时间来交接的 好 好 这位伙伴们 我走了 就走 啊 珊珊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要不是因为我 你不用离开公司 也会顺利跟风能结婚的 有什么好对自己的 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呢 感谢我 我想过了 就算我将来跟丰腾结婚了 我也只是丰腾集团里 那个小小的财务助理 然后年复一年的 等待的升职加薪 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 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关系 我可以出来创业了 也许也算是一半的大老板了吧 那当然了 从今天起 我们俩就是不分 你我的薛老板了 我觉得我又往大公司的世界里 跨进了一大步 你也别多想了 总之呢 咱们俩呢 就努力地干 好好地干 如果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 那将来你一定要让我 当成丰太太夫就行了 我们一定行的 好 那一年之后 你就是丰太太 我就是薛大老板 薛大老板 我们出发 出发 这里啊 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最优秀的店面 人流 交通都是最好的 而且租金实惠 房东又好 这间的屏数啊 开启间店实在是太理想了 它距离地铁车站只有一百米 出口还正好对着店门口 简直是太适合了 这个店看上去是不错 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 而且这上面也没有标注多少钱 是这样的 这个房东呢 对房客也是挑剔的 表明了 价格只是其次 只要两位肯出价 我负责帮两位去说 不然 我们还有一些精选的店面 租金比较便宜一些 但也是最好的地段 可以给两位参考看看 奇怪了 我怎么看这些店面都觉得眼熟呢 这些不都是丰腾的房产吗 可恶 又想拿上次那照片了 方先生 麻烦你了 只要房东是丰腾先生 请离一律帮我们自动删除 其实丰先生的房产也没什么不好的 是吧 全都是高档次的黄金店面 保管赚钱的 如果没有其他的店面了 我们去比点看啊 别别别别 别 这样吧 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 看看有什么其他适合的店面 再推荐给你们 那这次就麻烦你了 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 还有 请你转告 只要是没有房产证的 我们一律不租 好嘞 那请两位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好吧 谢谢啊 谢谢啊 你对丰腾的产业 可是了如指掌啊 我就是扫了一眼 还没有完全实际了解 大老板 薛小姐说直白了 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 还要用房产证明呀 对 丝静 您母亲上个月是不是 刚买了一个店铺啊 那位请 这个是我们店主的私藏便便 不随便租人的 方先生 我想问一下 这里租金一个月多少钱 六万 六 其实这个地段来说这也不算贵 就是我们的预算有限 方大哥 我们要开的是中国的本土品牌 而且我们有信心跟隔壁那些国际品牌较量 只是我们的资金有限 能不能便宜点 要不这样吧 五万 四万 四万 你要是能够答应的话 我们立马就可以签合同 这样吧 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 那您快去吧 你喊四万会不会太好吧 喊喊看嘛 万一四万五也可以呀 反正能少点就是了 方先生说了 四万请教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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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酒就要开幕了吧 是啊 但是还有一批 数据来时的坠子被大雪困在了南非 来不及空运过来 你说这不是百明了要开天窗了吗 嗯 你个管财务呢 这个也要烦恼你 不认识 当然了 逛中修就花了一个多星期了 如果第一个月还没有打平成本的话 再这么拖下去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你那一千万呀 你该要注意身体啊 别那一千万还没还 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 我会整晚你给我生宝宝的 嗯 对 我不能太累 我要尽快把那一千万还给你 然后 我要跟你结婚 然后尊真正正的成为封太太 再让你们封家子孙满堂 嗯 先说不结婚的 可不是我 这一千万还真值 让我们两个想真正的情侣了 沈沈 嗯 晚安 来 跟着别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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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珠宝呢是由我和我表姐 贡宏创立了一个比较时尚的珠宝品牌 我们主要都是请一些 比较年轻有为的国内设计师 来为我们全新打造的 比如这一款 大家最近都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吧 这个店呀 可是我未来的大嫂 和她的堂姐一起成立的 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啊 你哥是什么人物啊 子公司开幕 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 当然要多支持了 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 他们才可以心目旁目地结婚啊 快过来看一下吧 这里设计得还不错 整个都挺简单的 这里呢都是我们今天的主打款 每一款的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 您可以上前拍 好 红达哥 梁先生 你好 谢谢你 我 我才带不住 红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做设计助理 所以也不好事先跟你打招呼 你先忙 嗯 你认识王红 是啊 他是自己过来应运的吗 是啊 他在国外是学术宝设计的 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这是他第一份工作 你怎么认识他 他他可是上海市首屈一指的 大企业奖 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供换合作银行的 你 你没认错吧 面试的时候他还特别拜托 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 在珠宝方面 他确实需要一个机会 不会吧